起課瓜米爾說 柴券行要學校簽紙 原來是制度的錯 921以後他就簽到 他那個正門就改到南欣賊了 中正門變成是後門 主要求他說把柱子更改一下而已 奇怪 學校地址設在哪裡 關柴券行什麼事 業者為什麼希望 學校改用正門當地址 而不要沿用地震前舊大門的地址呢 原來南投埔里這間柴券行業者 自宅就在國小舊大門對面 應受限於距離校門口100公尺內 竟設台財的規定 他只好花1萬8另外租店面 但業者希望回自宅開店就好 才請議員幫忙說情 但家長會認為 學校在中正路的門牌號 涉及數十年有歷史嚴格意義 不應受商業及其他勢力干擾 於是出招反制 以問卷調查家長意見 詢問是否贊成學校更改校址 家長們當然都大大反彈 開機的開機就到現在都在這裡 為什麼能改呢 如果要換那張紙這麼久 他去就有了 反對啦 怎麼說 因為已經學校已經那麼久了 因為一個獎勸 已經在大門了沒什麼意義了 我們也沒有說要求說 你這個門要公起來 跟他商量 可是我也不曉得他今天為什麼 報紙滿篇都說 順便我們去吃說我沒有說 業者說現在就算校方簽紙 也無言搬回家開彩券行了 龍新聞南投報導 發現 vedere 會不可以 是否贊成學校 十二月 派遍 有 片萬部 劑